路透社15号报导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15号介入调查了摩根大通 巨额亏损的丑闻 摩根大通至少亏损了23亿美元 而股票的市值自丑闻曝光以来 则是蒸发了上百亿美元 然而丑闻是如何发生的 至今依然扑朔迷离 同一天摩根大通举行的股东大会 保住了首席执行长杰米戴蒙 但是表示将惩罚责任人 试图平息事态 摩根大通因对冲风险投资 亏损20亿美元 震惊全球金融界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联储局 表示要调查违规行为之后 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加入了调查 不过由于调查还处于初步阶段 目前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 在寻找哪一项犯罪行为 15号摩根大通在佛罗里达召开 年度股东大会 否决了之前提出的分离主席 和首席执行长职位的提案 保住了首席执行长杰米·戴蒙 不过股东们对银行施压 要求收回曾负给责任人的百万酬劳 戴蒙在会上向股东们道歉 说摩根大通将对那些责任人 采取更多的惩戒措施 摩根大通的风险管理条款 曾被称为是业界最保守的 但本次投资行动在六周内损失20亿美元 让人意外之余更感到担忧 华盛顿方面正对此事进行银行管理 以及改革的具体探讨 新唐人记者周琦综合报道